你又來的 這是心中的 所以說我們在發生的 我們先把我們 成為了一些 有位一些 現場方的來 那是我的貴賓 我請示我 來提醒大家說 那是師傅 讓我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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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河 拜天 一天地就你了 三天 可以可以看見了 天 那個侯友宜支持九二共治 但是那個侯友宜的辦公室否認 副總統你有什麼看法 沒聽到 請問說 為什麼會說 這一次支持 侯友宜的 副總統 侯市長應該會 昨天晚上的私言向台南市民道歉 因為台南市民要選出 誰來當市長 這個是台南市民的權利 侯市長不可以說 國民黨的候選人沒有當選 就批評台南市民 不長眼睛 這完全沒有民主的精神 侯市長的這段話 也正足以說明 國民黨真的沒有 民主自由的DNA 第二個 如果 侯市長否認他曾經 沒有講過 他可以現在就可以表明 他知不支持九二共治 國民黨的馬英九 國民黨的朱立倫 整個國民黨都支持九二共治 以九二共治 來進行跟中國的 合作 交流 他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怎麼否認說他沒有講過 他可以站出來講一遍 他到底知不支持 清楚跟國人說明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親切的一起見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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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